Okay guys, I am with Little Min, and I am the passenger. Watch my face, watch my face! See whether I'm panning or not! Turn left in 200 meters! Wow, that's a very expensive GPS voice map! Head towards Guadalupe KLIA! Hi,大家好! 今天是 Mazda CX-30 的这个发布会, 然后原厂也直接在发布会过后呢 就举办了一个媒体的短暂的试驾活动 那大家可以看到啦 我身后是有一排的这个 CX-30 究竟这一台 Mazda 最新的精品 Crossover 表现是如何 现在就让小编带大家去探个究竟 所以在这之前呢我就大概和大家讲一下我国的 CX-30 各车型在外观上有什么分别啦 那因为其实这一回 Mazda Malaysia 是在我国推出两大车型 那就是普通版和 HIGH 车型 那 HIGH 车型呢就是我眼前这台白色的 它的这个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这个头灯 它采用的是 LED 的日行灯设计 然后轮圈方面呢是 48 吋的一个轮圈 至于后方我印象中是差别不大啦 然后现场其实也是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其中我就很喜欢那个最角落的那个灰色 因为现场看呢其实它很出色很漂亮 然后感觉很时髦的感觉啦 这个试驾呢其实行程蛮短的 只是从那一座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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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呢我就很兴奋了 因为我的skill不怎么好 所以我现在要先说一说我对这个CX-30的感想 我们今天开的是入门版的2.0 What is the name for this variant? This is the... Not high right? 20G 2.0G 没有high没有mid 没有high也没有mid 它只有... Entry level 所以是入门版本 然后它搭载的是2.0L的Sky-Active G G and high 2 对,只有两个版本 所以只有两个版本 但是我们拿到的是入门版本 这一个2.0L的汽油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是... 162 162 通知牛列车是213 对 然后搭配的是六速的Sky-Active Drive自拍 那柴油版本呢 它搭载的是... 是新... Mazda 新的一举... 新的... brand new 的引擎 The diesel engine Yeah, that's a new engine New engine 是新引擎 它是1.8L的Sky-Active G 然后这一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是114 HC 是的 270 通知牛列车是270 谢谢各位 270 Nm 这个扭力就高很多 可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今天并没有机会 试驾这个柴油版本 然后... 所以我就先说一说 这个汽油版 它的整个动力表现是如何 那我现在其实是开着 在这个New Highway 做一个选航的动作啦 基本上我是觉得 它的这个引擎的那个 整个表现 整个驾速表现 还有整体的感觉 是很线性 然后... 我不会说它饱满啊 可是就整个感觉是很线性 然后我觉得 以日常驾驶来说 是很臭义性的 加上它这个六速自拍啊 来到... 进化到这一代以后 它的整个反应是很... 很灵敏的 呃... 我有时候会觉得 它有点aggressive right? 有点aggressive 这一代以让这6速度 要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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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动力 这个 CS30 它是基于 Mazda 3 的这个平台打造而成 这个平台其实是 Mazda 3 的一个架构 它被称为 GACTIVE BEHICAL ARCHITECTURE 那这个平台呢 它相比起 CS5 我用的上一代的平台 它拥有更好的一个杠性 以及在原厂在合影表现方面 MDH 方面它是下了很多的兴趣 在这个平台上 所以我现在开着这台车 开着这台车一个110的时速群航 就是在这很近 然后整个感觉是很细腻的 在MDH 方面我完全可以感觉到 这个新世代的平台所带来的这个进步 这台车 严格上来讲它是一台 CROSS OVER 也就是说它和 CX-5 CX-5 是一个正宗的 SUV 所以它的车身高得很多 重心方面也是比这个 CS30 高得虚弱 所以这台 CX-30 其实开起来更加像是一台普通的轿车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加高版的 Mazda 3 Hatchback 而我真的是要加高版 就是 Mazda 3 Hatchback 的加高版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台 CX-30 它的 view face 其实是比 Mazda 3 还要短了 56mm 65mm 65mm Thank you Uncle Ice again 26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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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zda 3 is 2720mm OK 所以其实短了许多 那为什么这个 view face 会比较短呢 刚才 Uncle Ice 他有讲出这个原因 原因是因为 Mazda 的工程师 就是要让这一台车的那个动态表现 维持他们要的那个水准 也就是和 Mazda 去接近的水准 所以他们将这个轴距缩短了 以确保这台车的这个循迹表现呢 还是在水准之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 其实我是感受得到的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有进行一些蛮激烈的 CX-30 然后这台车开起来并没有那种 并不会有让你车身高的 然后影响到那个操控的感觉 Uncle Ice 其实不一定 其实没有很老 我觉得他好像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 对不对 你如果有看他的影片 你看他在那个山路这样子 开车的方式 你真的会觉得他并不 他真的是一个年轻人 因为连我我自己都自探不如 那个skill真的是 哇 刚才我已经体验到了 今天我的水准是七十岁 七十岁 哦!Uncle Ice 正常的年轻 今年七十岁 看不出 真的是完全看不出 果然是五届冠军的这个赛车手 很不一样 所以关于这台车子的这个 操控还有动态表现 刚才我们其实有 原厂是有安排一些路线 给我们去进行一些 比较激烈的驾驶 然后Uncle Ice 也是有在山路上 很有技术很厉害的 开了这台车 然后我觉得这台车 它的这一个动态表现 并没有因为它的车身高的 而影响太多 加上这台车 其实重量呢 是稍微比Mazade 还要高一点 但是这些因素 都没有影响到这台车子的动态表现 它的整个群积性还是很 很稳定 虽然说我在过完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这台车子 它有明显的侧倾 这个Moduro 因为它原厂其实是有 是有将这个原调的设定 调教到一个比较 舒适性的设定 所以 加上它的车身 车道高了有关系 所以测情还是会有 但是因为这台车 还有GBC Plus 然后 它的这个车体刚性很好 所以在过完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觉得 这台车子是很平坤的 过完 就算你感觉到那个车身的车情 但是 其实坐在车里面 那个程度是感觉不太高的 整个感觉是很一体 很平顺 然后很稳定的 这样子过完 我会觉得有热的不舒服 还是这样 这样摇来摇去的感觉 没有 所以这方面呢 我是觉得 CX30 的这个表现是很好 然后在操控方面呢 因为它的这个轴距蛮管的 所以它的整个那个体态 让我感觉到这台车子很灵活 并没有那一种正宗SUV的拖泥带水 我直接拿它 它来和CX5 相比 CX5 它因为它车身比较高 然后重心比较高 所以在循迹性方面 可能会 稍微比较笨重的一点 这个CX30 呢 反而没有这样的问题 反而觉得开起来 它比较像Mazda 3 多一些 我直接开Mazda 3 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整个 整个动态表现 那在CX30 方面呢 它也是做到很好 甚至刚才Unclewise 在开着 在山路开着它的时候 它竟然有那个车尾会 就是 tail happy 我们所谓的 tail happy 就是车尾会 摆动摆动 这样的那个表现 如果你是很在乎 车子的驾驶表现 还有操控的话 然后你又需要一个 比较适合Family use 的车子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CX30 只不过CX30 呢 因为它是 crossover 所以它的整体的设计 比较DI 比较稍微运动化一点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号没有二号啦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空间表现的话 那可能CX5 会比较适合一些 所以我现在就请Unclewise 来谈一谈 他觉得这台车的整体表现如何 所以Unclewise 刚刚刚刚刚才你弄了 CX30 呢 如何你感觉到这个车子 我认为 CX30 作为车子 我发现它用了 车子 它其实是一个车子 它是一个车子 它是一个车子 然后 Mazda的尝试 是 给予同样的感觉 那样的那样 Mazda3 所以 这就是 其实 第二次的 新型的Mazda 那他们建立 它开始 和那样的Mazda3 那因为他们建立了Mazda3 非常好 他们尝试 和 继续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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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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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 既 可以 在 价人 硬的 好像是拿三irit �ú ces典的 可是加解車不同 轻轻多 轻轻較激 bam 而 捧押车 更快 所以 轻轻善变 轻轻变 這CX30是车 居점 如果妳觉得 CX3是太大 如果妳想知道 CX5 是太大了 所以有些人喜欢一个更高的车 当然如果您喜欢一个更高的车 而您没有需要很多空间 这就是一个车非常好 所以如果您要有很多空间 您可以买一 CX5 当然您可以买一 CX8 但是因为所有人喜欢一旦的车 但不过所有人想要一旦 都需要一旦的车 有些人会说 CX3是很小的 而且如果您买一 CX3 它也很轻松 但是它不感觉像一个车 是的 它不感觉像一个车 然后CX3是建立的基础 Mazda2 所以它建立的更大 所以它是在中间 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车 这个车是GVC Plus OK Mazda出现了这件事 叫GVC 大概2年前 然后什么GVC做 是做什么 车的车都应该做 但是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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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前面 GVC Plus,这一件更多的事,当你走到环境,如果车不均匀, 譬如你走到环境,然后车腿要出现,为了让车更均匀,你把车更均匀, 然后你让车更均匀,所以它是比较像ESC,托车,全部都混合在一样, 但这一样是帮助车更均匀,让车更均匀,所以乘客感觉像 驾驶很均匀,对,所以其实这台车刚才我有说到,就算有身体操作, 即使它有身体操作,但其实车身在车身上,我对车身的动作很均匀, 或者让我感到不均匀,因为GVC Plus是在背后,虽然你感觉到它这个介入的感觉, 其实它真的是有效,我认为是很均匀,因为我们真正的车身在车身上 我们的车身上是低的,它有16英尺车,对,我们因为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低配版,一个是HIGH,HIGH的版本使用18寸的轮圈, 19寸的轮圈,这个低配版是使用16寸的轮圈,所以它的轮胎比较厚, 也因此多多少少让这台车的俗世性都在提升,它会令车身上较得更均匀。 19寸的车身,是比16寸的车身,因为16寸的车身上较高, 车身上较高,因为它有更均匀。 但是在车身上较高,我认为车身上较高, The high version will be much more fun Yes But in this variant I actually feel that the car is really It's already good It's already very good 总结而言我觉得这台车 它适合的 这个小贵群是 可能你是单身的 又或者可能你是有小两口 又或者是你刚刚成立组织一个小家庭 你刚刚生的孩子 你的孩子还小的话 然后你需要一台家庭车 然后像Uncle Byers 讲的 你对这个驾驶表现 很在乎的话 那我觉得 相比起CX5 CX30可能就会比较适合你 加上它这个新的平台 无论是在驾驶表现方面 又或者是 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隔音表现 它的NVH方面 相比起CX5 我是觉得它是好上很多 它整个refinement 整个驾驶质感的细腻度 新车质感的细腻度 是提升了很多 也更加接近 所谓的Premium 也就是Mazda 现在他们在追求的一个方向 因为他们要将这个品牌 打造成一个更加高端的品牌 所以我现在开着这台车 但是我其实觉得它的隔音表现 它的整体质感 其实是 好 其实是已经比很多日系品牌 好上很多 然后和那些欧系的品牌 整接近了 我觉得这个方向 他们真的是有在追上了 是1.2 你能处理一下 你能处理一下 这个车 这位是$143,000 这个车 然后这位是2L SUV 前驾驶 6速度 然后如果您能处理一下 Mazda3 1.5 也有$140,000 所以 3000多 你能够得到 SUV 0.4L 炸2L 加上1.5L 加上1.5L 更加更加更加 更加更加更加 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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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更加更加 所以我一定会认为 车这个车 而这些车 或者cross车 这个车 这些车 或者这样的 或者其他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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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意味著 價錢的CX30 對比特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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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幣高 特幣高 這部車其實價值得很少 對 其實價值得更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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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特幣的特幣 馬Zda3 但是 當時 . 但 但 因為人生파 bern 嚴 University 現在 竟像 這一個 科馬 主 幾甚至 在開啟 sentido 這個 最後 它 趕快 所以 加了 壯 一個 车这个会变得很流行 然后它会变得最高 然后它会变成 CKD 如果它变成 CKD的话,价格会变得更低 对,在18年之后 但是,只要让你们知道 如果它变成 CKD,车最大价格的价格,价格会变成 10,000Ringgit 那是差不多 价格,价格会变得更多 价格,价格会变得更多 对,它会变得更多 它会变得更多,价格会变得更多 特别比较跟CX5 因为现在,价格会变得更近 处得更近 vớiCX5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会变得更多 我是因为这其实很棒 对,因为我喜欢尺寸 尺寸 更好 刚刚好 对,刚刚好 然后,让你用龟充 比起比马Sat第一 还用龟充 关键小人,我觉得这车非常融通 非常重要 对于一个小的家庭 你必须能够搭着一个银子在背面 对 然后所有乳酪的乳酪和两个银子在背面 我认为这些银子也很厉害 因为你看不像其他国家 人们在这里没有旅行过很长的距离 我们有很多池 所以你能够搭着 我刚刚才看到他们把这些东西进去 给我们一个示范 这些都是26个银子 你能够搭着两个三个银子 这些还蛮不错 基本上它能够搭着一个小的家庭 或者甚至一个妻子 完全能够搭着 但是我认为这些银子比较银子 对 银子背面比较银子 是的 我坐在车里 它是稍微银子 因为它是稍微银子 对 对 所以你会感觉到 如果你要更多的空间 就是 CX5 但是那是一件素晴的 有很多池子 当你有五个银子 要选择 你只选择一份 最好选择你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需要知道 什么需要 对 对 如果你在买一家 对 如果你在买一家 一家 一家一家 对 可能要出门的时候 用CX5 然后平时 用CX30 去投机的时候 用CX30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结束 我们也要谢谢Uncle Wes 很专业的意见 因为他真的是有提供 Uncle Wes 你真的提供了很多 计划 和计划 我认为 非常好 谢谢 谢谢Uncle Wes 希望下次有机会 还可以再跟Uncle Wes 肯定是你 每次 谢谢Uncle Wes 你真是我的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结束 我们接下来 会跟Master of Malaysia 尽快 就借来这台CX30 做一个更详细 更细细的测评 今天这一个只是一个初误体验 所以 希望大家 能够帮到大家 然后 大家对于CX30 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 Bye 谢谢Uncle Wes 谢谢Uncle Wes 谢谢Kingsalot m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